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进行了调查报道 而在他们的调查里头早就调查很久 他们立刻访问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防问题专家 德国的国防问题专家认为 要做这么海底里头的破坏行动 北溪一号跟二号 它涉及到很深的深浅 大量的障要及多个地点的布局 不可能由一个小团体 连乌克兰政府都可能做不到 而过去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 就是美国 俄罗斯 中国跟英国 在这个时刻 我们还记得曾经提出来 Simon Hersh是美国普利兹奖的得主 Simon Hersh他曾经提到是美国所做的 而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刻 Simon Hersh说 我不想太多的评论这件事情 我下个月会公布我相关的一些资料 他特别提到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他说这根本是转移焦点 他说在任何一个国家进行破坏行动的时候 他会找另外一个小团体 去留下一些迹象 比如说丹麦现在发生有个游艇 他说那个叫做故意误导 转移方向 而这样的Simon Hersh的说法 事实上也呈现在德国媒体报道里头 他们认为说 有可能现在留下的足迹 都是为了要误导你判断问题的方向 而真正的国家所策划的东西 是让你找不到的 我们不晓得Simon Hersh下个礼拜 要公布什么样的资料 他只认为这是一个为了转移焦点 而且他批评纽约时报 他说当时我公布我的调查报告 你说我的消息只有一个 你的消息不是也只有一个吗 而俄罗斯这个时刻 他说纽约时报的报道 证明北溪事件 应该重启联合国的国际调查 才是正确的做法 谁炸了北溪一二号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世纪之谜 过去七天又跑出一个新药犯 亲乌克兰政府组织 曝光此消息的是纽约时报 消息来自一名匿名官员 而且只有一个权威消息来源 通过《纽约时报》提供了 或美国人员与美国人员 克里斯青岛首长安德森也亲口证实 丹麦警方曾向他们询问一艘 去年九月停靠岛上的船只消息 虽然ARD随后跟着路线 这群神秘人停靠的应该是绿根岛 而不是原先讲的达尔斯半岛维克 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人的涉案程度 尤其是北溪管线被炸毁的三个地方 正好就在船只讯号消失的附近 至此美国纽约时报和德国媒体的联合调查 都指向乌克兰人涉案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纽10的报导就写道 匿名受访的美国官员说 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政府参与了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媒体的调查报告中提到 德国情报机构有一部分人怀疑 这些足迹有可能是一个假期行动 故意留下痕迹 把罪魁祸首推给乌克兰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 普利兹奖得主西莫赫什 对纽约时报的报导冷笑一番 他表示下个月他将有新的调查报告 根据他所得到的消息 以及他查核当时波罗地海演习状况 他一口咬定 是美国白宫下令干的挪威配合 3月8号 各时再次接受中国央视采访 他的声音如今在美国本土 无法登上主流媒体 美国各大媒体很有默契 集体沉默了他 这件事我批判的 是不拥有资料 当然我发现 两个故事在《The New York Times》 和《The Washington Post》 两个都没有资料 也没有资料 拜登决了一个选择 因为他害怕 他认识了 那里有一个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或是在乌克兰 他想要更多支援 从Western欧业 和德国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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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稱之為防衛兵器 可以轉到一夜的兵器 可以投入兵器 兵器進入莫斯科 我不知道目標 我不知道什麼在那裡 但這很可怕 很可憐 回顧一下 什麼是北溪事件 在2時 在明星星期間 一大小的大陸的大陸 摘起了第一次的震撼 這首次的水流 在吐畔的沙發開始燥煙 然後15日後 另外一個 這次2.3度 這次2.3度 不是飛撲 科學說 但中溪的水果 在那裡 破開了兩次熱湯在河的河沖 現在卻在不知名的量 的濃度很災陋的河河河沖 上它的表面 這確是 這些影響 並不是記憶 的 目前的知识都显示了,它是选择的 在北溪管道爆炸後 俄國輸向德國的天然氣降為零 美國大幅增加異化天然氣 賣給德國 歐洲 拜登被懷疑的理由是 他在2022年2月7號 德國總理肖茲訪美期間 曾說過這樣的話 如果俄羅斯被擊敗 以北溪管道戰力和箱子 更可能需要再次 防衛武器的武器 再次將攻判警員 我們會移動 加上火力! 但 EXACTLY 因為 特技所在英國的軍事 是在英國的軍事 我相信你,我们会这样做的 无论犯人是谁,俄国真心,北析爆炸案背后必定有国家力量支持 我认为只有国家联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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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那么多,有没有那么多我们的世界 具体有多难呢? 这是在一个温室的70米的温室 这就是决定性,由于平常的温室员行动员 或者,如果我们还能够把温室的温室员或温室员 都会出现这种温室员 德国、丹麦、瑞典、荷兰和美国的安全部门 都对北溪管道破坏进行独立调查 各国唯一的共识是,北溪管线爆炸是人为破坏 只是这个人是谁,瑞典选择封存答案 其他国家的调查报告仍悬而未决 目前唯一知道的答案是,凶手不是俄罗斯 没有人会炸掉自己的管线 不是德国,因为那是德国受益的天然气海底管线 只通德国两个港口买下便宜的天然气 纽约时报在此事件扮演的角色也很特别 在西蒙赫时公布他的调查报告时 纽约时报评论,消息来源单一 不足以撑起最后的结论 但纽约时报自己却犯了完全相同的错误报道模式 所有的消息来源也是来自一名匿名官员 至于被指控的美国,官方答案是 俄罗斯的评论是 我们刚刚在文献室这报亚洲版的最后 为大家说到了中国重大的外交胜利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和伊朗和解 双方恢复外交关系 只是经过中国的过旋 而且时间可能相当的久 某件事情来看的话 最近整个美国也有它的外交胜利 是在日本跟韩国的关系 路透社报道 韩国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 亲美的总统尹锡悦决定 和日方就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劳工受害者 这个事情宣布一个代赔方案 双方和解 而且他即将在下礼拜访问日本首相安田 尹锡悦这个做法 当然在他的国内引起很大的讨论 他主要的是说 修复韩日关系有利于经济 而且可以面对朝鲜对韩国的挑战 而韩国的在野党就批评它是投降外交 败赔方案被很多民众及反对党 视为是一种耻辱 韩国的议员说将提案立法 查明1923年关东大地震以后 屠杀朝鲜人的真相 韩国政府宣布强征劳工受害者的 泰赔方案 每日第一时间是表示欢迎的 这也是美国所建筑的整个新冷战关系里头 让韩日之间的关系可以和解 而更巩固他的整个新冷战的所有的一个结盟 算是美国这一段世界里头 也是另外一个美国的重大的外交胜利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破坏下 2022至2023短短一年 一个全球防堵中国的联盟形成 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韩国 大地震,金康 dressed 这颗总统 대통령等 大地震,金康の清洁 大地震,金康的线 大地震台的准轿 大地震台领 过一日的白顿 这些奥起责承 还有尊ilo 帮送带来自立的 决战所达的 协议 二战时期的历史分战 既知识日本与韩国最难解的新节 但上任辅满一年施政差评率高过好评率的应习岳 如今不但称日本是合作伙伴 更像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针对争议多年的日本强征韩国劳工赔偿问题 做出大胆的决定 根据这项方案 三菱重工日本支铁等当年涉案日期 不需要参与赔偿 而是由南韩行政安全部成立的基金会 鼓励获得1965年 请求全协定优惠的韩国企业代偿 韩国在野党批评 隐习岳的解套方案 根本是抛弃历史讨好日本 强征劳工受害者更是愤恨难平 日韩因为强征劳工赔偿问题 从2018年起关系陷入紧张 尹习岳上台后不断强调 要改善两国关系 他也深知这项决定不是身败名列 就是柳文史册 また米国的拜登大統領 5日声明を発表 米国の二つの同盟国間の 協力関係の歴史における 新たなショーの始まりだ 両国の国民にとって より安全で安心 そして豊かな未来に向けた 重要な一歩を踏み出したとして 歓迎しています 現下の国際情勢を考えた時に また戦略環境を考えた際に 日韓あるいは日米韓の連携は 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し 今後ともユン大統領との間においては 緊密に一措置を図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韓国政府はなぜこのタイミングで 発表を行ったのか 専門家は 朝鮮半島情勢が北朝鮮の強硬な姿勢もあって ますます緊張が予想される中で これまで以上に日米韓の 3カ国の安全保障協力が必要になっている その中で日韓関係というものを改善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安全保障協力にさらに拍手をかけたいという 狙いが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アルケ日報報道称 韓日是美国在亚洲的两大盟友 两国之間的分歧 向来是美国亚太戦略的痛点 現在却因重新注重价值观 能近世前前 美国駐日大使伊曼扭称 这是前所未有的戦略調整步伐 这样的轉變 也是在为尹熙悦 接下来的日美型鋪路 3月16日至17日 他将赴日举行首脑会談 恢复中断了12年的 两国领导人交流 紧接着4月26日 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訪問 预计将会与拜登商讨 晶片法案与朝鮮半岛局势 如果日方有些人 不想以林为伴 而是要以林为赫 甚至要参与 遏制中国的新冷战 那么中日两国之间 就是救伤未遇 又添心痛 作为韩日的邻国 中国也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却不乐意看到这样的走向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今年在两会的首场国际记者会上 就言辞力色地批评美国 美国的印太战略 标榜自由开放 实际上拉帮截火 搞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号称维护地区安全 实际上了解对抗 策划亚太版北约 对中国来说 美国的印太战略 才是充满威胁性的操作 但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 则认为 华府及亚洲盟帮 深化军事联系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 伊曼纽说 美国及其盟友意识到 中国的侵略行为 不能再继续下去 才会在自身利益范围内 建立全面性的威胁联盟 中国不应该对此感到意外 华尔街日报也持相同观点 认为中国量起肉之后 反而促使美国与盟友更加团结 但如果拿掉西方的叙事观点 金正恩国务委员 3月6号美韩开始进行代号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北韩再次毫无悬念地以武力回击 朝中社报导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军队加强应对真实战争的演练 这也是北韩自2月20号动用口径为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 发射两枚火箭弹后 时隔17天再次发射导弹 也是今年的第四次 白明是在对美日韩三角同盟示威 其中也隐含着为老大哥中国出气的意味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狂飙下去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 陷入对抗冲突 美国在围堵中国的布局中 印太战略是促使中俄朝团结更紧密的原因 而北京默许下的朝鲜河岛活动 势必也将成为韩国更为棘手的问题 半岛情势动荡之际 韩国总统紧紧握住日本首相的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新冷战也在拜登的国际策略中 环绕中俄朝伊朗全面登场 在没有任何事先的幕僚作业 跟讯事之下3月3号德国总理肖子闪电的访问美国 而3月3号访问美国并不是前后有记者会 联合记者会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活动 就是他跟拜登两个人在白宫会晤 有的人说炮仪只有一个小时 人们认为在这个时刻可能讨论ABC 不一般从外交情况来推估 肖子极有可能第一个 会不会讨论北西一号 这是一个疑问 他是不是对于美国对于北西一号的态度 他要求拜登给个交代 这是一个疑问 第二个最可能的是讨论美国 对乌克兰真正的战略想法是什么 他要拖延这场战争多久 这对德国的影响非常大 美国希望这场战争多久 而让时间来拖延俄罗斯 让他拖款呢 还是美国有所谓的和平方案 我想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 事先双方幕僚作业 他希望能够厘清的事情 第三个当然他可以对外宣布的是 降低通膨法案 所以最后大家谈的都是降低通膨法案 因为这个对德国的汽车业影响太大 美国是变相地补贴自己的产业 排挤了外国的 包括德国这些国家的汽车业 而德国是一个汽车大国 这个是属于肖子 可以在对外所说的 至于他们双方所交谈的 乌克兰的和平方案 或者是战争时间表等等 这是没有办法对外解谈的 可说的与不可说的 能公开的与不能公开的 德国总理肖子 3月3日到白宫会晤拜登总统 创下了外交上罕见的快闪出访记录 没有外交欢迎礼仪 没有随行幕僚 一个小时的会议之后 也没有记者会或任何联合声明 甚至不让任何在场记者提问 可以公开说的 以拜登看稿的速度 两人一起面对媒体的时间 也只有三分四十秒 我希望你给你全都给你的力量 我说这位是实际上的 除了你的党党 的支持 你的党党 你给了 他们的党党 是有浪漫的 它已经有浪漫的 它已经有浪漫的 在这时刻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会给予信息 我们会继续做 只要花时间 只要花时间 我们也会准备 只要花时间 只要花时间 肖子没有说任何感谢的字眼 但是在国会演说完毕之后 立刻搭机前往华府的肖子 临行前是这么对记者说的 肖子罕见又手势强调的 我很高兴 套路的是异于言表的急切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在欧陆最重要盟友 首次访问白宫 于情与理都不该是 只有露面不到四分钟的快闪 我们很感谢 帖子能够做时间 我们知道是一个忙碌的时间 如我们在白宫 我们都知道这些月和月 将会有关重要的 在乎美国 我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都做了 我们都做了什么 我们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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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到这些 这些东西 什么是美国的领域 有关机身弹还是诞生机的坦克争论 已经结束了 并不影响向乌克兰提供坦克的决定和进程 肖茨到底是为什么匆忙会晤拜登 博林表示迄今为止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财政和人道主义救助 以及武器支援总额已超过148亿欧元 但这不是他的联邦演说引起注意的重点 热烈的掌声也掩盖不住 肖茨真正想要到白宫关上门 对拜登面对面说的话 面对乌克兰战场局势陷入困境 肖茨更着急的是 万一中国决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要确保如果美国对北京祭出制裁 在经济上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德国 不会受到影响 2022年11月4日 肖茨是二十大之后首位 以破冰一日游仿中 仅停留11个小时的西方领袖 不难想象任何未来 可能涉及中国的贸易制裁问题 将被添加到美欧之间 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降低通膨法案 对美国绿色产业的 补助计划的辩论中 美国政府必须在3月份 具体说明如何落实降低通膨法案 换句话说 哪些欧洲项目 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补贴 这才是让德国 比俄乌战局陷入胶着 更为紧张着急的真正原因 乌克兰战争当然是肖兹 会晤拜登的议程 但肖兹真正迫在眉睫的担忧 是拜登政府去年通过 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 降低通膨法案 此法案等同歧视 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 对德国汽车产业 产生重大冲击 目前一些德国企业 已经认知到 美国新经济保护主义的大趋势 未与筹谋布局 德国龙头能源供应商 莱茵集团刚刚斥资 近70亿美元收购了一家美国公司 希望因此成为美国风电产业的 第二大公司 同时不被美国相关法案排挤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继消资之后访问白宫 除了乌克兰议题之外 重点也是讨论美欧之间的经贸协调 一方面包括欧美如何合作 减少对中国矿业如稀土等的依赖 一方面也对降低通膨法中 美国的新保护主义进行 再一次对话 这是马克宏法国总统的关键时刻 他准备把退休年龄 从62岁延长到64岁 事实上之前的法国总统Sarkozy 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他再度地提出来 他面临了抗争 在这个时刻比Sarkozy 当时更加的严峻 第一个 他不再是那个时代 马克宏第一任所面临的 黄背心的抗议 虽然人数一样的多 但是这是有组织的工会 有组织的工会 跟没有组织的互联网上面 或是网络上面所串联的人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当然是有组织的情况 他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大 第二个 这些左派越来越激进 他明白了表示 即使国会通过 他已经不接受这个法案 换句话说 他准备宣布 他采取公民不服从 任何国会通过的法案 本身都是被商业利益 所收买的 他们不会接受 所以他不接受 这个62岁到64岁 整个国家的对立 跟左派的激进化 是法国线的现状 他只是法国吗 恐怕不是 这些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面临的退休年龄 除了德国之外 的退休年龄太早 或者他国家的预算 赤字太严重 老龄化等等的问题 如果所有的人民 都不接受这些改革 像德国是接受的 希腊是被迫接受 当时在希腊的 国债危机里头 他们如果不愿意 做改革 这个国家竞争力 必然会拖垮 如果总统提出改革 他所面临的挑战 是属于这种 完全激进 不愿意进到 议会政治里头 协商妥协 也不在乎 国家的长期目标 的状况里头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激进化的一个 共同特征 右派也激进化 高喊爱国主义 然后左派也激进化 就称所有的建制派 也就是所有 现在议会的这些人 他们所通过的法律 全部都是一种 密室协商 全部都是交易 公民不服从 全世界其实在 各个方向里头 都走向一个 激进化的现象 法国的退休金改革 已经进入摊牌阶段 根据警方统计 3月7日 法国八大工会联合发动的 第六轮罢工示威 一共动员了 一百二十七万人 再度刷新记录 但这并不是重点 因为3月7日 罢工示威的真正重点 是3月8日 这是两个同时 进行的画面 或者应该说 两个对峙的法国 3月8日至9日晚间 参议院通过 退休改革法案 重中之重的第七条 规定将法定退休年龄 从62岁推迟至64岁 但是工会也已经宣布 他们的公民不服从 他们不承认法律 更不接受 宪政体制下 运作通过的法案 这形同吹起 革命号角 2月份以来 工会进行罢工的目标 和手法 已经不是在号召 参与人数 刷新记录 这是法国最大的总工会 CGT旗下的隶属单位 化学工业工会 他们曾经在2022年9月底 为了争取追溯加薪 动员了90名道达尔能源集团的员工 封锁了7个电油厂 瘫痪了全法3500个加油站 长达三周 这让他们一战成名 法国最大工会 公会CGT即将在2023年3月底 改选秘书长 退休金改革的抗争 理所当然成为各路人马的竞选舞台 既然是舞台 演出最卖力 最吸睛 最为激进的行动 就可以博得最大版面 这两位工会分支领袖 异口同声的指责 现任秘书长的路线过于温和 已经沦为资本家的伴侣 面对全国各地 隶属分支 行动越来越激烈的压力 一月份以来 领导示威抗争的 现任八大工会联盟领袖 也不敢再释出任何 可能和政府协调妥协的信号 他们直接敲完马克宏 要求和总统对话 这是2月6日 法国国会第一天 开始针对退休草案 进行辩论的实景 左派议员 以各种噪音和吵闹 押过劳工部长 不让他有任何发言的机会 唯一没完没了的辩论 全是有关议会程序细节的发言 被迫数度修会之后 国会议长终于忍无可忍 退休金改革草案 于2月28日 在参议院展开审查之前 已经在众议院 进行了一整个月的辩论 或者应该更贴切地说 一整个月 难以形容的混乱叫嚣 这位号称是国会最年轻的 极左派议员 更是一名惊人 他在TikTok上 发起了风啸自拍的比赛 24小时内 获得了推特上 一千万次 TikTok上百万的点月 这位还不满 23岁的极左派议员 不只是在TikTok上 发动攻势 甚至在国会内 呼吁风啸 号召如果政府 坚持64岁退休 他就要复制 1968年的学潮 Estudiant Bloquez Toutes LesUniversité DuPays Lycéa On avait bien compris Le principe Général DeVotre question Qui n'était Ni Finalement Sur les étudiants Sur les jeunes Mais qui vous permettait D'avoir San doute Pour vos réseaux sociaux Les15 secondes Que m'a dit Harold Evoqués Pour chacun Dentre nous C'est à dire Un petit moment Den Connaissance Oi monsieur le député Vous Vous êtes Vous êtes La caricature De ce que J'essaie Dénoncer Dans LeParis Dat de la CMP La commission mixte paritaire 7 députés Et 7 sénateurs De tous bords Ils doivent trouver Une version commune En cas d'accord Première option Le 16 mars La réforme est votée Par le Sénat Et l'Assemblée Et le texte Est adopté 如果没有通过 那么并没有 绝对多数的执政党 可能会引用 不需要投票的 憲法第49条 第三款 以启动 对于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 决定改革法案 通过与否 La federation promet une semaine Noir dans l'énergie You are de nombreux Action You are de coupure Sible You are de blocage You are de occupation De sit 在2022年 工会 红背心 挟持炼油厂 之后 2023年的法国 将迎来一个 比黄背心 更激进 也更有组织的抗争 这是法国历史上 另一个黑色的三月 没有实质的辩论 不愿面对 法国的低经济成长率 预算危机 及全球退休年龄 法国偏早的事实 法国工会 先把自己的利益 带到法律边缘 再把它推向神圣口号 民主治理 在创造民主价值观的 法国 再次瘫痪 无人忘记 1968年 慕名的五月学潮之后 戴高乐 是如何下台的 当法国国会殿堂之上 无法进行的辩论 当街头上 越来越激进的抗争 反映了真正停摆的 不只是法国经济 也瘫痪了 所有民主的基本原则 对话与妥协 人民如果只想自己当下的 不看长期一个国家可以给你的利益 而把自己的利益帮到长期 只有短下的这一刻 No 如果是这样的思考问题的话 而过去有很多政客 不惯得给甜头 不惯得给甜头 终于把一个国家的国债搞垮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希腊 希腊最近发生了火车对撞的情况 它是很大的一个悲剧 因为它没有去维修 它的铁路上后的监控系统 因此就让这个火车 随便互相的对撞 后面再委追上来 这么大的一个悲剧事件 其实完全来自于一个核心就是债务 希腊的国债危机到现代 我们终于看到这么可怕的一个悲剧 因为它过去十多年下来 都在做准结措施 它没有任何钱可以维修这些 我们所讲的 要挽救人命的必要的技术设施 他们抗议的是一场 因为国家预算赤字 夺债危机 无能处理火车铁道 及监控系统等安全维护 让两辆火车对撞的悲剧事件 2月28日深夜11点 驶过希腊雅典北部城镇拉里萨的火车 与迎面而来 行驶在同一轨道上的破运列车对撞 火光四射 这列火车的目的地塞萨洛尼基是希腊第二大城 拥有两所国立大学 学生人数居希腊之冠 适时的列车上约有350名乘客 多数是学生 当天许多人才参加了2月下旬 希腊东正教的嘉年华会 上一秒充满欢乐的车厢 下一秒就坠入了死亡地域 希腊第一条体路诞生于1869年 但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 现在的希腊铁路交通不算发达 以柴油动力车为主 希腊铁路安全升级 其实早在十余年前就已经规划 具体内容主要指的是装设欧洲列车控制系统 但却迟迟未着手进行 当其他国家纷纷规划高铁时 希腊仍拖着陈旧的老火车头 后来因连年的预算赤字 就更没能力去整修 从这边看来你能看 exactly what happened the passenger train emerged out of that tunnel at around 100 miles an hour some of the carriages are still on the track and then it crashed headfirst into a freight train go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and some of those freight containers are still up there it was a devastating explosion look at that lump of brown metal there that used to be a carriage 交通部长卡拉曼里斯赶到现场 眼前的景象让人不忍之事 几个小时后他递交辞呈 而希腊总理尼佐塔吉斯 则对外表示 调查已经全面展开 事故原因主要由人为错误导致 是非常多的 我们的房子 我们继续在家 我们做一个与其中心 作曲 我们的心思念 我们今天是 是首先和父亲爱情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 是在收集中 让我们的变化 和我们的重心 我们的重心 能够 我们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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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 警方在拉里萨火车站逮捕了站长 指控他犯有一系列罪行 包括多项过失杀人罪 但是在希腊各地的愤怒四起 这难道真的只是一个人的责任吗 或者仅是网络故障的必然结果呢 悲剧的背后其实是反映了 希腊长期的财政挥霍及政府无能 还有劳工提前退休 拖累人力不足等种种因素 所导致的结果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 希腊陷入破产边缘 为了取得欧盟执委会 欧洲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紧急援助 2010年起 推行一连串准结政策以降低债务 国营铁路私有化及升级政治 都被列为准结计划的一环 2017年希腊铁路运营 由意大利国铁公司收购民运化 但员工低薪 超时工作与设备问题依旧 根据欧盟铁路署2022年的一份报告 希腊的铁路安全记录 是欧洲国家的末端班 而统计整个2020年 希腊每百万列车公里的铁路死亡率 是全欧洲国家当中最高的 据报道 希腊铁路工会早在今年二月初 就指责现任和过去三十年的政府 为将民众搭乘铁路的安全 放在最优先 如今这起悲惨的事故 对希腊人来说 愤怒的不止来自落后的铁路系统 及政策 而是上海政府 中央兵营铁路公司 无力又无心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形态 当羁押近一天带有货买的彻底爆发 希腊政府宣布 3月1日至3日 全国进驻三天的爱道旗 各大城市约有数千人 揍上街头 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不幸的火车对撞事故 夺走了亲爱家人的幸运 再也翻不回 并凸显了一个国家负债过高 长期挥霍 所付出的代价 谢谢你收看今天 文献十日报 亚洲版和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